好 可以在很多人面前那邊拉起 很多人在看著我很開心 夠啊 我的小馬 衝啊 超好玩的 有可能某些學校 他們要自己付出這麼多的資金 但是我們是用 自己學的才藝去換 會讓我感到超有成就感 我們挑戰了在十字路口 跟遊樂園的廣場表演 賺取我們那些經費 教會了我勇敢去克服那些 很多雙眼睛看著你的感覺 對方只有九個人 可是你看他們 可以拉出四部的曲子 都不用搬奏 更厲害的是他們的專注力 我覺得那個自信心啊 那個成就感 不是課本可以教會他的 都要身體力行的 我們去玩這個 我們去重拍 小朋友靠著自己的一個 特殊才藝 為自己爭取了 一輩子都會記得的 這樣的一個旅程 是非常非常值得鼓勵的 全校的學生 目前是四十一個人 金竹國小 就是一個在山谷裡面的小學 然後前不早春 後不早點 第一天在調查 小朋友有沒有寫功課的時候 有一半以上的小孩子 是沒有寫功課的 我很驚訝 你可以想像得出來 隔代教養 或者這邊的家庭的功能失能 是很平常的 來 給妳一分鐘 課文 默念 有一個小朋友 每次我們在開成位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唱歌 唱得好好聽喔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就來推提琴 其實我是不看好的 在推在前面的兩年 是很多的老師想放棄的 因為真的真的真的 推得太難了 我請協來嘲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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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 琴的錢 十字的錢 我就不知道從哪裡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當妳認真去做的時候 妳就發現 就有很多資源在 默默的支持著妳 本會收喔 本會收案子 來 上完課之後我就愛上這裡了 這裡的孩子相當的珍惜 每一份資源 不管是末來的琴 老師進來的資源 還有校長 還有這裡的老師給他們的愛 你在這裡可以充分的感受到 雖然孩子會一屆一屆畢業 但只要孩子不覺得有一天 Amy老師老了 我都會來 因為我們讓他們找到了亮光 真的找到了很多光 然後讓他們看到了自己的自信 最近是面臨到小校才悲病 可以調任的幾乎都調任 我本來真的已經想退休了 然後來這邊以後 真的找回了教育的初心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繼續留下來 孩子我相信這個畢業旅行 你們應該終身難忘 那你們應該會帶著這個畢業旅行的成就感 跟能量往你們未來的路前進 為在高雄內門的金主國小 是山谷裡的偏鄉學校 學生數不多 還面臨廢校的危機 會拉提琴的校長 他不放棄任何春風話語的機會 偶然聽見了孩子們的音樂天分 他想到可以教學生拉提琴來訓練專注力 於是他自己想辦法去募勤 找提琴老師來上課 讓原本資源不多的偏鄉孩子 跟都市的孩子一樣 學到了才藝 而學生們也用自己的努力 換到了一生難忘的畢業旅行 每個精彩故事都有主軸線 永不放棄會是他們的人生關鍵字 學生無算物 全國在小學生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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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